大家晚安 那算是今天是晚上的8點07分 那我們今天也是稍微的 簡短的找啦 大概花一個小時 左右 一個小時半左右去找這個個股 那我自己個人目前還是會以就是 貴買吧 貴買不跌破為基準 就是貴買不跌破這個227 6這個地方大概是27.5左右這個地方不要跌破 那我就覺得說他會有機會像去年的10月底 31號這天 那會往上走 那什麼時候去看疊看崩 那當然就是他灌破的時候 那有可能他灌破的時候像去年 8月2號這樣一下 直接往下去灌 這個往下去灌的那個 殺傷力會很大 那 可能我自己個人就會直接看一下這個地方 那他往下灌的話 基本上就是全面看破敵方 但你現在所有的個股看破敵方 我都覺得OK 本來就是這是一個策略 對那我已經把自己退到 第三個就我們昨天講的觀點 1 無腦追追高 2是突破 那 3是突破回撤 4是突破回撤 當然是比較進場 等待他跌破之後 再左右破敵方 再進場 對 就是 把追 突破的 把追這個 突破回撤全部洗刷掉 然後 再進場 對那 反正都取決於大家啦 目前個人還是偏多去看 他如果跌破了 跌破了 跌破了 我才會說 他真的拜拜 那正當他真的拜拜的時候 我可能在 一樣我們觀察一下盤面上說的個股 那到底看到哪些呢 還有的稱 哪些是強勢股 那就看到 到底資金怎麼留 又像去年的10月呢 留到了小鬼股呢 還是說 真的又要像2022年全面崩跌 還是足如此類的 看他到底怎麼去走 對因為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走 好我們就開始吧 我在主要分的三類 主要是圍繞在這個 電子的一個區塊 IC設計網通 PCB跟一些雜類 那沒有找得非常的認真 但 就是稍微看一下 因為 我個人覺得就是想要等待 這個大盤稍微質問 好那看一下 迅捷部分 迅捷其實之前是有機會上車的 對那 裡面其中最好的漲勢 最好的漲的趴數 假設 當時候進場最好的一個趴數的應該是神盾 神盾那時候這邊其實有這一次 這邊就 有幾次可以去進場 如果當時候真的有進場到的話拉到 今天 今天都還在上漲的話有50% 我不知道我們群組有沒有人有 經常到 我不曉得有沒有 有的話就恭喜啦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沒有 對那這個迅捷部分也是走一段時間 那當時候在這個地方有丟進來 那 到今天最高點33% 但是 就是以 收盤的話 就疊合到24% 對所以說 趴數上是這個神盾 比較OK一點 好我們講回來吧 反正呢 目前呢 他沒有經過任何測試 所以說我們只能在這邊測試 對那 測試呢 確立指紋 有興趣再說 所以當然啦我們有曾經講過說 突破嘛 然後 這根是把我比他大量基本上就是出貨 沒錯今天看起來就是一根出貨 但是因為離他支撐有點遠 所以說我還是把他 納進來 對那 你要等待破敵犯 也OK 那我們這邊就 後面都不再追出破敵犯的東西 因為一直講也是蠻麻煩的 這個不知道什麼 我剛畫的線他全部都破掉 不知道為什麼 OK那目前就是這樣子 左側來解 就是一個這樣的結構 然後這個地方是一個 假的突破 那目前對應過來呢 這個地方是一個M 那今天呢大跌 剛好跌到支撐 對那跌到支撐呢 代表說有人在做防守 通跌盤 大跌盤 回撤到支撐 那就是有人在接 那究竟呢 你要不要進場 支撐進 破敵犯進 就看幾個人 然後他忘九 忘九超厲害了 尾盤直接拉 爆拉 最後15分鐘 直接爆拉 真的蠻厲害 那這一檔其實也有兩次機會 一次在這裡 一次這邊有人問嘛 然後在這裡 理論上這邊就算進場應該也不會打停損 也沒有3%啦 除非說你真的是一下子被嚇走了 那目前來說 就是 我會覺得在等一根指紋吧 因為我覺得 壓力會不會抬高 會不會壓力抬到這裡來 也說不定 原先壓力是放這裡 對 這樣吧 反正這幾檔都是蠻強勢的 IC設計 那再來看一下這個瑞玉吧 瑞玉的話 本身是沒有那麼強勢 就用這邊給大家看好了 這個就是瑞玉 大家看一下好那 拉上抓前高的話 下一個蠻重要的位置在490 然後再來呢 一個我覺得是大支撐的位置 一定就是落在這裡 443 那今天剛好卡在這裡 小支撐 對 對但他格局也是蠻大的 他格局蠻大 然後爆量卡在這邊 那到底這裡 可不可行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 你要等待在一根指紋 你要等待在這邊破敵方案 插針都行 然後我覺得 越往後面勝率越高 就是所謂的 他等待一個 破敵方案的話更好 或者就阿薩利一點 等待這一層 對 目前來說我會做觀察 但是 就是看自己個人的一個 想法 我們看他享受 享受的部分的話 這個大概1970 是一個蠻需要突破的位置 如果突破這裡的話 就會是一個 蠻大級別的一個突破 因為他在 這邊假突破之後 後面都卡在這裡下面 已經卡了大概 一兩年半左右 那現在又來再次挑戰 那但是因為這支檔我們之前 如果說你有進場的話 有進場的話 我已經忘記前面有沒有講 那 對這邊有講 我這邊我記得有講過 然後我是在這根停損 後面就往上走 蠻可惜的 如果那時候買到的話 43% 沒關係 沒什麼可不可惜 但後面這邊有機會 我記得後面在這邊 在這裡講 所以說那時候你有進場的話 也是有 大概18%的一個 %數 那目前來說 我就想告訴大家說 今天一個大爛盤 然後蠻多那種 大的那種 比如說 創意啊 或者說比較高價的股 都在跌 但他沒有跌 所以感覺就也是有在做防送 那目前 要嘛進行一筆短單啦 這個短單可能是守住這裡 然後 拉到這裡去賣 那或者我們等待這個地方來大突破 回撤再說 好 那他細微 細微今天剛好有人問 對那這檔細微其實跟當初 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神盾很像啊 那當然你說 他會不會複製神盾的掌勢 你說對不對 我們看 現在的細微 看好張圖 OK好然後呢 我們再回去看 細微 欸是很像 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會不會往上走啊 所以 這個就是看自己 那 你可以等待在一根插針 或是說你要守一個非常短的 我就像那時候復盤說的 往下抓了兩塊錢 249就走 都可以啊 看自己的一個想法 那沒有人知道這個高點 是不是這是高點 咳咳 這喉嚨不舒服 因為剛剛用小的去吃麥當勞 因為今天有那個 金銀招財署來保啊 有興趣可以吃一下 好那這個 海花齁 那海花部分就是完美的跟我們講的一樣是突破嘛 突破的量是 3.1 那 爆量是3.7 那 基本上 基本上是已經出貨完畢 那我會希望的是 等待一根指紋 那等待一根指紋不一定說他就能夠繼續往上走 只不過我如果我的話會等待一根指紋啊 對那 這邊開始是這個網通的部分 對那或者拿插針破底翻都可以反正 就可以持續做觀察 因為其實線型的結構是這麼漂亮 只不過今天是被賣下來 好看一下 新通 那新通呢目前的離這裡大概還有個 6%的一個位階 看有沒有覺得跌到大概62.5然後做一個指紋 再說 指紋了再說 然後看一下奇跡 奇跡那時候好像有人問我吧 問說相區先是突破 那其實昨天有丟 那其實他是突破的 突破的那這邊壓下去 這裡就有進行一個 像是一根兩根三根四根五根五根的這個 波底翻 直接上去 減回四道支撐 對就這樣 那這邊的單就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他的低點在這裡 所以說那我灌破的話一定不是好事 大概說3%吧 那看有沒有機會再去挑戰前高 這樣子然後 去做一個 橫盤整理 我甚至直接挑戰前高 甚至突破啦 但我不曉得他會不會那麼厲害 OK那繼續上去吧 那之一是 莫名其妙在進行突破 那這是莫名其妙 原先是在這裡 卡住然後這裡也是卡了三根 這邊卡了一個多根做一個W 然後往上走 那今天是有稍微出一點點的量 然後往上進攻 先去自己看看吧 好再看一下這邊是PCB 那PCB的部分的見頂 就是走了超級久 11月到現在 那最終還是走回到了180 那當然啦 到達大支撐 那趕進的再說 那不然是等待一根插針 或是破擊反 對這個沒有人可以決定說他到底能不能夠往上轉 那到底有沒有直穩住 那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至少啦 我沒有無腦買在這地方 我們是 真的要進場可能是 Maybe是進在這裡吧 或是等待一根更確立的 一個訊號 對 好那再看電影投控 那電影投控呢 呃之前是有抓說這個地方也有機會 對那 因為他的主要的空間其實是在這裡啦 就是這裡的那個 如果說啦我要套那一句話就是 大支撐小支撐我們用K棒數 的這個多寡去決定的話 那變成說上方的這一大塊他的支撐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OK那一樣他是大支撐 那你要進場還是說 等待插針破底翻 都是看自己的選擇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金像電 那今天是 呃 那時候說嘛 破底翻了嘛 然後今天剛好就扎回來 那一樣 趕進的再說不然就放棄他吧 這是我破底翻過 不敢進就算了 對 好那看一下 這是精神科 精神科的話之前在這邊啦 那邊做那個全證 結果剛好就是在那個 盤子不好的時候 然後做 12月底 1月的時候 然後呢 目前呢 我個人還是看 65.5 站回去再看 那今天是沒有站回去 所以他也是硬 也不是硬打 這是一個 漂亮的W底 那就是PCB的部分稍微都一點慢慢站回去這樣子 有興趣自己看 當然滑通嘛 然後滑通也是又回撤到他的製程 呃我覺得抓整數 也可以67 或是說這邊 反正差不多這個地方 那也可以守這一根 或者守這一根 對沒有人可以知道說他到底會不會洗盤 有可能洗到這麼低 然後才 拜拜 這樣子也是有可能 這個線都不見了麻煩 OK那看他這邊砸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看我付牌的話可以發現說 我有那個進場萬潤嘛 萬潤是目前最強 那之前是覺得說是星雲最強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是 把高架鼓掌最強 不過我覺得應該也未必 那目前看起來是萬潤最強 那在今天的紅術 雖然說SOLO這個很醜的上限 不過其實稍微看一下籌碼的話 就 短短看的話 其實是沒有太多的 那種 大到貨還是什麼 就是很純粹的價格上去之後沒有人想要接 就進行一個拋壓的動作 跟萬潤有點像 跟萬潤有點像 那目前的話我覺得我會再多等待一根質問 在600塊這個地方 有興趣再看吧 有興趣再看 那以前有講過他有 執行一個破底範在這裡 這是之前 畫的然後他不見了 這邊也是一個WD 這邊也是一個WD OK那目前空間這樣子 然後下一層空間是600塊以上 好看一下反甲 昨天剛好有人問了然後其實他也是 他的量很少但是他價格就是一直很在這地方 然後如果說能夠突破大概200塊吧 200塊突破回撤 就可以去 看向更高的點 這樣子 好那看他巨響 是昨天有問 那目前看法應該是這樣 我忘記有那邊畫怎麼樣 看一下 OK 這也是昨天有問 所以說 就是在等待吧 等待其實是再一次突破 那再一次突破我覺得再等待跟直播會更好 所以說他突破的 很漂亮 怎麼算漂亮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算漂亮 因為 如果真的突破很漂亮的話 那可能你也沒機會 你還在等他回撤 那像是 就是 對這邊沒有那個案例 其實萬倫有點像是 沒有那個漂亮 大家只好那個 巨響這邊就不回來看 看他萬倫的一個突破 萬倫其實也沒有到很漂亮 但是我還是選擇在周一進場 對然後守著地點 對所以就 看自己看自己 因為有可能在座被洗盤洗下來 好那 清晨是飢渴的部分 那之前 進場點在這裡 那 上去了所以 目前 今天算是 接近回撤 但沒有回撤差1%啦 285才是支撐 這樣子 對 好那 講一下群光好像蠻久的 那目前是一樣等待185的一個突破 突破回撤再看 那結構上 就是有點像是我們昨天分析的電子通路的指數 他電子通路 就在昨天還今天就衝出去 OK那看一下這個台藥 台藥的部分不是CCL台藥 是生計的台藥 那一樣之前在這個區域的時候是有講過 這個點的時候是有講過 所以說拉上來的時候到這裡 12%啦不多不少 那 目前等待突破回撤 我舉大盤 差那個錢會轉到生計也說不定 但是生計其實也很難 很難去說這一定會還是一定不會 然後看一下設計鋼 還蠻可惜 那時候其實這邊有進場 這一根有進場 後面這邊覺得太無聊的把它賣掉 然後後面其實這一根 有點嚇人 我這邊就完全不敢講 沒有講 然後 也不敢買 那在這邊買了我覺得應該蠻勇敢的 因為看到這根 這樣子還可以 他真的後面還可以長進去 真的很逆天 那目前只能說他比較強勢 那可能 maybe 沒機會 但如果說這有機會 等待看看有沒有辦法在195這邊做質問 其實今天就有在最低196做測試的 但是馬上拉回去 就是拆盤在測試 馬上拉回去 然後看一下這個01 01的部分已經超級5d9 是在這個資訊的部分 然後剛剛看到 怎麼突然有量打進來 那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個 昨天有一新聞就是那個金鼎 一家公司 那這家公司是 其實我不知道這家公司今天的股價如何 看一下 是很正常 我再跌3% 因為他昨天好像被 那個駭客勒索 然後 是已經付錢解決了 原本說要把那個 客戶名單什麼都要給這個 拱出去 那 反正資安這一塊或許在01這裡 有被 看見了 那還有一檔 就之前賣掉了嗎 賣掉了這一檔 我個人賣掉了 不知道什麼他的那個線圖都不知道儲存 最近有lag 對我剛剛 剛剛都有晃 那這一檔之前有問嘛 那如果說你之前有進場的話 其實理論上 應該在這裡 應該在這裡 理論上你應該拉的區間應該先賣 對 所以這個才是比較合理的操作 希望你是有去做到這件事情 反正這是立端跟01嘛 然後這不是那個 古矮喔 是之前那個 大股東啊 搞不好已經賣光光了吧 那我們其實 可能 應該也沒人在看 那我們現在看看01 01部分是 71.7吧 突破回測 我們再看 那其他什麼靈陽那些好像就沒什麼吸 沒什麼吸可以看 那這個大連大部分就是那時候在 我們這也有講過 如果說進場的話應該還不錯 1月6號 不要說1月13 1月6號的話 其實這邊就有機會 這邊是1月5號 1月8號 這兩天的假日 中間 所以這天有機會 這天有機會 這天有機會 這天是最漂亮的 價格有到 79.7 這樣子 就是盤中買都可以 因為前面已經經過測試 除非說你 你只能零股 如果說只能零股的話 那這就算了 這算了 因為有可能買下去之後 然後突然來跟暴跌 那也是非常慘的 好那 目前 等待這個地方吧 質問 好那看一下利特 那這檔 其實 我只是想要表達說 如果說啊 你目前觀察的個股 有一些破底翻結構 就可以做觀察 這支檔我們放棄好了 他的那個 雛群不喜歡 好機殼 那這個跟剛剛那個群光很像 反正走一個 三三三角形的一個結構 然後 好像也蠻符合 所謂的那個什麼 VCP VCP 什麼美股 交易什麼勝利 一個 一個形態 VCP 這是 VCP 那就是 等待這個地方 突破回車再看吧 好那看一下 辛普 辛普是之前的 在這邊自己 刷腦 然後明明熟這個地點 但是如果真的熟這個地點的話 可能這個應該被打掉了 那目前進行的破底翻 就是目前這樣子的結構 看這裡有沒有興趣 他是做 電動車 電動車的那個電池 他是做一個破底翻 那我覺得 等待400塊比較好 除非你就是慢慢買 好那中砂 中砂就是 突破回車回車回車 直在190上 但 能不能夠拉出去 我也不知道 今天跟前天被賣 賣下來 那就看自己吧 然後他滑城 滑城作業檔 那他是這個 應該都知道他是誰吧 反正就是來到 支撐這個附近 那一樣 你要等待插針 你要等待破底翻 這個都是自己的一個 選擇 對這個沒辦法去 告訴大家說應該怎麼去做才是正確的 OK 那全部結束了 那就一樣 剛才講的說 所有的個股 等待破底翻 我覺得OK 那目前我會等待破底翻的 的一個選擇 會開始進行這個選擇的話 是這個貴買指數去跌破 我比較會 等待 那可能不會 就不會那麼積極的去挑個股 我會覺得說 就慢慢的去等待一些破底翻的一個 架構 可能會 搞不好 隨便挑個某一天的個股全部做分析 比如說什麼 12月幾號之類的 全部做分析 因為搞不好 等待破底翻才是一個真正的一個好選擇 太激進反而就也沒有好事 好啦目前想法是這樣的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